晚間六點多 兩名黑衣男搖搖晃晃 喝得醉醺醺 直闖葬儀社 要跟對方談判 想不到過沒多久 室內驚喘一聲槍響 開槍嫌犯匆忙逃了出來 白衣男兇神惡煞 拿著棍棒緊追在後 路過民眾嚇到紛紛閃避 黑衣男更是三步並兩步 趕快開流 他認了一逃掉 逃掉了 開完槍只顧自己繞跑 留下一桶前來的好友 慘遭痛歐砍傷 渾身是血倒在店門口 爆發衝突的地點 因為靠近第一殯儀館 所以附近有很多的禮儀公司 那雙方疑似為了互搶生意 進行談判 想不到卻爆發激烈衝突 就連上方的監視器都被打掉 我們打槍我是沒看 我來他就要打到邊邊 晚上在鄉上我也聽到 葬儀社爆發流血衝突 甚至金船槍響 原來是為了搶生意 鬧得不開心 傷者跟開槍嫌犯 酒後上門抱怨拆障不公 口氣很差引發對方不滿 甚至直接朝天花板開了一槍 開槍嫌犯跑了 卻留下好友在店裡慘遭痛歐 大腿中刀骨折 令歐打 那江信換賢之五人 本所依殺人未遂 移送偵辦 同業間為了錢鬧得不愉快 最後通通被帶回警局 江信嫌犯坐在輪椅上 錢沒討到反而自己掛了財 還得面臨法律制裁 酒醒後恐怕悔不當初 記者 許志明 許志成 台北報導 請到 請到 請到